我接着问 离开他您怎么生活呀 就是没跟他 之前我自己也是打工 进工厂一个月 也挣个三四千四五千来也 等于你嫁给他了一个月 是一千五的收入对吧 不是 根本他没给我 他都根本 我认识他都根本不会有钱了 这个那您现在想离婚 这儿子谁带呀 要不就归我 要不就归他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那我们假设说离婚的话 儿子您要吗 肯定要 那您愿意给是吧 给他我也同意 给我我更好吧 怎么我都愿意 你们当时要的孩子 是怎么商量的呀 当时我说不要嘛 他说那个我们婚姻不稳定 然后他说就决定要 但是我见过他 时期时期跟他过日 然后说那就要吧 这么想了 他对你好吗现在 不好 摔东西啥都砸 砸孩子吓得咬咋哭 摔东西 发脾气 那些东西砸坏好多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6月25号他父亲去世了 他们那边老人去世的话 宰家伙最少要半个月以上 他父亲去世 我们就去他们家了嘛 办这个伤势途中呢 我父亲的脑口心 他们都住院了 当时也是没钱 实在是想办法 我就找他商量 他来了一句是啥 那咋办呀 一句那咋办 就完事了 不管不问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 死人你这边你雇了 活人你就不管了吧 那你说作为儿女的话 患者是谁也不能看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那个无能接的 我都接过了 当时我说的句话 没想到他这么在意 没有说猛热也 没有别的意思 戒不着怎么办呀 根本他就没有去戒 作为一个儿女 进不到孝道 良心你能过得去吗 你过得去吗 我对亏欠老爷 我感觉过不去 你过不去事也出了 你不能拿他当撒鸡桶啊 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呢 都无法忍受了 还是为了孩子吧 跟我说说他有什么好行吗 对孩子照顾的比较细心嘛 家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还有呢 别的方面的话 想不到有什么好 行吧 基于这样的事实 和老师们所观察到的 和看到的 我想听听老师们 对这对夫妻 有怎样的意见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在听完你们的故事 以后在我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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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